法西在地新聞繼續說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尤其是小棒 如果我們才會拿到世界冠軍 有人說 棒球是最能讓台灣 站住國際舞台的運動 但是衛進負告民間 我們投入的主委 有夠力 今天是一個真上級勝風 一廂運動要成為國球 其實它是有一些條件的 他必須有一些故事 被後世的人記得這樣 中華平光少棒隊 高舉著中華民國 今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他必須是政府支持 而且多數的民眾認同 就是社會認同 台灣棒球從民國五十年開始 就有很多讓人健康的飛鴻起動 當年小棒打進世界舞台 全國都在慶重 那一年 台灣拿下了三個世界冠軍 球員回到台灣 全新的騎乎車到機場 載著他們遊街 就這樣棒球就變成國際舞 棒球是唯一一項 台灣人可以跟外來政權 一較高下 甚至於完全自拔的運動 棒球對日本食民司機 團結台灣跟台灣的名字 穩真親密 不過這條國球路 卻是越嚴重越嚴重 謝謝 榮維你這個後面說 你要這麼多才會約的嗎 這段過去 總共不發七婆的雞球簽罰案 球員的名字聲是有夠賣 受錢棒水打雞球 被人打形 經過棒球最黑暗的司機 我知道我做社會 真的也對不起大家 棒球今天又是台灣的國球 開始在球隊心中有一個問候 其實台灣的小孩想要打棒球 並不簡單 四點下口就有球隊員連球 他們是好喝國小的消防隊 訓練很嚴重 差不多才進來棒球隊一年多 我爸就訓練 我要一開始一直鋪 然後有一次鋪到就很 不想打 就很累 他是九年後生給人命 也要繼續練 他的夢想是變成第二次的彈筋風 要以他如果要是煎 這把球員 不欠地 多好是健身 全港全黑過來 因為只有只有完善的中所 爸爸給你的期許是什麼 你覺得 就是 先發吧 就平常 在丟球的時候都會用力丟 好喝國小市台北市 為擁有全宿標準消防隊的消防 其實有不少學校都根本打棒球 像鄉中也沒用 沒辦法結果 竟然後來打棒球 累球 他們去爭議 所以你表面上看說 台灣很支持這個棒球運動 其實不是支持棒球運動 是支持棒球可以為國爭光 除了要向風吉祺 也要加上管理導臨 因為要吃一支球隊 並不簡單 由球隊員 每一個人的球三球 會設備的維護 要有準備頂頂 一年要超過一百萬 是比籃球隊還要貴 因為一支棒球隊 你說大概好二四個人就好了 你必須要一個球場 你必須要每一個都要配備 手套球等等這些 所以它的花費是相當高 中所不夠也是國球 人以普及的萬一人 日本的國土民族是台灣的十八 總共有九千一百四十七座的球場 如果算上的台灣 應該有九百十四座球場 也不算上 我們只有268座球場而已 想要打棒球的人 找不到中所 真可惜台灣有真好的基礎 公英的歷史 但是如果是沒有 完成的推廣 配投措施 國球的過後 享受英文的天地的歷史 沒辦法健全發展 時尾 說明天地的歷史 沒有辦法健全發展 你可想要做的